欢迎回来麻辣下午茶 那大家看到我这个身材呢 就知道我是一个标准的吃货 美食是我人生的最爱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餐厅 但是大家一定也不陌生 它就是便衣法 便衣法呢其实在中国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这就是非常一个道地的老字号 那它也是在北京也是有30多家分店 不过呢在洛杉矶 我们现在也可以吃到便衣法的美食 因为它已经搬就是在这边也开了一个分店 那它的北京烤鸭呢是远近持平 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吃北京烤鸭 但是它也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蒸修 也是非常的令人期待 那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一看 如果您是热爱美食的老饕 那对便衣法这个名字绝对不陌生 在北京拥有超过30家分店 具有600年历史的便衣法 是传统北京烤鸭的代名词 也是当地居民以及游客最爱的美食之一 不过远在洛杉矶的我们也有口福了 因为便衣法也将他们的玉盘真修 带到大洛杉矶来 哇 我这个历史悠久的便衣法呢 在这边就是我们的便衣法集团的总裁 高学术先生 那高先生呢非常谢谢你把便衣法 带到这个洛杉矶来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烤鸭 那您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说 要把这个便衣法集团带到洛杉矶来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便衣法这个品牌吧 是很有悠久的历史 因为这种在中国的美食 这个文化当中呢 我就想把中国的美食呢 带到在国外来 完了正好呢也能有更好的发展 这个便衣法呢 到了美国 我们已经开了有五个月了 我觉得我们的烤鸭还有菜品 我觉得还是优质 有个很有发展趋势 我们呢也准备就是在美国呢 更好的烤鸭带给这个客人 让他们来品尝到中国的美食 悠久的历史这种文化 我们呢也希望就说愿意能 有合作伙伴来加盟这个 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各个城市呢 发扬出去 把这个文化当中的这个 悠久的历史呢 让美国人都知道 我们这个东西是能发展下去的 这烤鸭就就 现在就这个 这种程度就比较最佳 这颜色看起来好像 就是有很漂亮的这种金黄色 对对对 就是金黄色 以独特的闷炉 200度的温度烹煮的烤鸭 鸭皮晶莹剔透 肉汁鲜美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不过便衣坊除了将 传统烤鸭的做法带来美国外 许多传统菜色也都原味呈现 让美国的韬客饱尽口福 中国是其实可以说是 美食文化最悠久的一个地方 那像是烤鸭的这种文化之外 你们是 那你们的其他的菜色 也是从中国就是都过了 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味道 这样子带过来的 对对对对 因为我的主厨呢 也是在便宜坊集团呢 是一个很有名的 有名声的这个厨师 他的菜呢 有独特的风格 有独特的就是创意 来了以后呢 我们也经常在这个菜品上 很天天地研究 他们呢 这个人师傅呢 人主对这个菜品的 就是发展 他有他的独创的 自己的想法空间 我们呢 在这个平常时间 他呢 就是研究很多的菜品 因为现在我们 我们逐步逐步地 也正在推出 这几天呢 我们就推出有几道新菜 来让大家呢 品尝他的这个厨艺 无可挑剔的美食 除了严谨的管理 还有多年累积的精华 我们休息一下 再来便宜坊的厨房 来搜索便宜坊美味的秘密 谢谢您的 ganes 谢谢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